一直以来,迪丽热巴都忙于拍戏,每逢公开出席活动都非常引人关注,尤其是热巴的穿搭非常令人惊艳 临近年底,迪丽热巴的商务活动也增多,并于近日进行了直播活动,长达一个多小时的直播令粉丝看到一个萌萌的可爱的热巴 12月6日晚,迪丽热巴直播活动,从直播中可见热巴身穿粉色背带裤内搭裤黑保暖衣,头扎双马尾,整体造型非常潮流又如公主般可爱 在直播开始,迪丽热巴与主持人玩抢答游戏,第一道提热巴抢答成功却忘记按铃 后续回答最拿手的三道菜,热巴则表示分别是大盘鸡,凉拌菜和炒米粉,从菜品便可以看出热巴会做新疆大盘鸡,同时生活也非常小资 后续活动中,迪丽热巴还表示享有的超能力便是隐形衣服,还直言没有什么自己不太敢做的事情等 提及若是没有做演员或者说不做演员后转行,迪丽热巴则表示会考虑做面包师,可以研究出很多款式的甜甜的面包,最后则鼓励即将烤盐的粉丝都能成功上岸 在直播间中,迪丽热巴还现场撸猫,抱着猫咪轻轻地抚摸非常享受 不过,从动图中可见,迪丽热巴抱着猫咪非常像是抱孩子,甚至还颠了颠还轻轻地哄着怀里的猫咪,非常像是在抱孩子,不少网友及粉丝都调侃热巴非常奶,更是称赞未来会是一位温柔的好妈妈 一般而言,每逢迪丽热巴直播都少了主持人安排的三连拍或五连拍,此次直播则改为了模仿网络上的三个经典表情包 第一个则是喊话一起穿秋裤吧的动漫图,热巴则笑着完成,第二个则是模仿林娜贝尔的肯定 迪丽热巴则竖起大拇指并且还做出表情,非常卡哇伊,最后一个则是模仿动成狗的表情包,一只狗狗穿着毛衣戴着帽子,主持人还专门为热巴准备了道具 热巴模仿的也是唯妙唯笑,全场都非常萌萌哒,十分可爱 近年来,迪丽热巴事业发展迅猛,人气持续暴涨,已成为圈内顶流女明星 现如今迪丽热巴新剧片约不断,几乎是一直都在忙着拍戏,就目前而言便有欲交际之与君出相见安乐传代播,非常令人期待 随着人气暴涨并且还有作品加持,迪丽热巴的商业价值也非常高,在明星阵容中也是首屈一指